大家好 又是我北海盜女婿Jerry 那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在雜幌的Factory 那今天這一集的跟大家報告的就是 目前這個日本疫苗注射的現況 還有目前日本最新的入國情報 也在這一集跟大家講 那目前呢 日本都在準備過耶誕節了 日本是一個非常重視這個耶誕節的國家 所以每個百貨啊 每個地方啊 都會準備這些耶誕節的裝置哦 大家好 又是我北海盜女婿Jerry 那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在雜幌的Factory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身後這個紅紅的這一套橋 整個都是楓葉哦 非常的漂亮哦 那今天這一集的跟大家報告的就是呢 目前這個日本疫苗注射的現況 然後呢 還有目前日本最新的入國情報 那也在這一集跟大家講 然後呢 最後呢 那日本其實在JATA有提出一個旅遊的行程表 就是什麼時候要開放日本旅遊 給大家進來 那我今天都會在這一集跟大家報告哦 那現在差不多北海道就是晚秋了 11月上旬了 那雜幌市這邊楓葉呢 其實還非常的漂亮哦 在我身後這個紅磚瓦前面哦 拳頭長滿了這個風紅哦 真的非常的漂亮 然後也非常多的遊客在這邊拍照 那其實因為日本的疫苗覆蓋率越來越高了 其實旅遊啊 其實有慢慢復甦的狀況哦 那日本的政府也開始鼓勵 所有的日本國民 開始出來旅遊 然後都有推出一些旅遊的補助措施 北海道有推出一個住宿的補助 就是你只要住宿一萬塊以上 就會補助五千塊日幣哦 補助率是50% 那呢 目前這個假日啊 日本的高速公路也開始在打折了 那時候在疫情的狀態啊 你在假日啊 那個時候呢 高速公路都沒有打折啊 那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高速公路非常的貴哦 那有了打折之後呢 大家會比較願意出來旅行 其實在五個月以前 我有拍過一支影片 就是介紹過日本為什麼注射疫苗 這麼的緩慢哦 記得在五個月以前 日本兩劑哦 兩劑的接送比例不到10%哦 那如今過了五個月 大家知道現在日本 打完兩劑的覆蓋率有多少%嗎 目前是74%哦 那其實我來日本也兩年多了 日本就是一個 他做任何事情都會做好充分的準備 所以一開始會非常的慢 然後只要把目標確定全體國民哦 我認為這一個方向是對的 大家就會衝刺哦 半年之間 衝刺到了74%哦 非常的不可思議哦 那其實目前啊 整個Corona 大家有在看新聞 其實整個盪下來哦 變成一個打疫苗後的一個奇蹟啦 那目前全世界 疫苗接種比例最高的是西班牙 那第二劑的覆蓋率有80% 第二名是韓國 第三名就是日本 那其實大家有在看新聞都知道啊 日本一開始這些感染人數都是數千名哦 那因為疫苗啊 覆蓋率越來越高之後啊 截至昨天為止哦 那感染這個新冠肺炎的人數來到了204 那這個死亡人數有3名哦 那其實這些專業人數都覺得啊 日本這個Corona突然人數急劇下降啊 大家其實也是匪夷所思 我也覺得匪夷所思 但是不管怎麼講啦 人數下降就是一個好消息哦 那我相信鏡頭前面的觀眾朋友 非常喜歡來日本玩哦 那我覺得很快 大家就可以來日本玩了哦 那我現在就帶大家去參觀一下 Sapporo Factory 內部 然後在裡面跟大家講一下 日本有一個最新的 路國的一些情報 那從這個情報裡面啊 大家就可以看到日本 多想把這些旅遊的觀光人口 放進日本 在這段時間先說 你這樣看就知道 好感情 那目前呢 日本都在準備過耶誕節了 日本是一個非常重視 這個耶誕節的國家 所以每個百貨啊 每個地方啊 都會準備這些耶誕節的裝置 那特別這個Support Factory 在這個廣場呢 就會這一個樹立起這麼高的一個耶誕樹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那我剛剛在影片的開頭 那我跟大家說為什麼日本旅遊在開不遠了呢 那就是因為日本在11月8號有公布了最新的再入國條件 那目前官方上面是寫的 第一個就是有商務簽證的 三個月呢可以再入國 然後還有學生簽證 第三個就是技能實行生的簽證 只要有持這個三個簽證的呢 都是可以進入日本國內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附註就是說 就是說這些再入國哦 需要在這個陸館的 國家的list裡面你能再入國 但是這個幸運的是啊 其實台灣有在裡面哦 你只要持有這三個簽證的 目前在11月8號是可以再入國的 另外一點大家最在意的就是 就是救勞簽證哦 不管你是新申請 或者是你今年有申請到 但是你仍在海外無法 陸進日本哦 目前在11月8號已經可以陸進日本了 那其實在這個日本的這個陸館的網站上面 沒有提到說這個新申請的簽證 可不可以再入國哦 那其實我們拍這影片之前呢 我們的郡佑 我打給陸館去詢問 可不可以再入國 他是說如果你是新辦的簽證 只要通過的話呢 那也是可以入進日本國內的 當然這些新簽證啊 其實日本還是有一個國家的list 所以你所屬的國家 一定要在這個list裡面才能再入國 目前大家最在意的這個隔離政策 也跟大家報告一下哦 那目前你只要再入國日本 你只要打完這三種疫苗 這個Vizor Modela還有AZ 目前隔離政策從14天降到3天 但是比較殘念的是哦 台灣並沒有在這個條件裡面 那主要的問題就是 日本政府希望要求台灣的隔離政策 能抵造日本下降到3天 但是台灣這邊還是希望 執行比較嚴格的隔離政策 所以在這個比較不對等的狀態下面 所以日本政府不承認台灣 這個疫苗的小黃書 目前台日雙方還針對這個隔離的天數 目前還在談判當中啦 但是我覺得不久的將來 我相信隔離的天數一定會下降的 其實剛剛以上講了那麼多呢 其實講到底 其實日本還沒有開放旅遊簽證的這些遊客進來 大家來不了 日本沒關係 那我們這次推出的 北海道伴收禮地久坡 讓你不用來日本 也可以吃到北海道在地的伴收禮 那這一次推出的商品也非常的多 這一次呢 主力的商品就是這一個 六花亭的鐵褸 我等一下打開一下 大家一定會愛不釋手 而且這一次哦 限量220組 賣完真的就是沒有了 登登登登登登 這一次六花亭的鐵罐呢 總共有16項商品 那其實六花亭的商品非常的多 那他就是 每個商品都會挑個一樣 給大家吃一下 那我先挑一個哦 我幾乎都沒吃過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他表皮非常的酥脆 中間夾的是巧克力 嗯 非常的好吃 我覺得吃這個鐵罐有一種 開箱那種 嘗鮮的感覺 每一項我讀你 應該都沒吃過 非常推薦哦 那吃完之後呢 這個六花亭的鐵罐 還可以收藏起來哦 每一年都一款哦 然後這一次呢 第九坡也推出了這個 八大商品 還有這個大家非常喜歡吃的 六花亭的酒堂 那這一次的售價是一萬兩千五百塊日幣 那販售地區 只有亞洲地區哦 那主要就是六花亭的這些商品 賞位期限只有兩週 無法寄到歐洲或是美國 那我就跟一些這些其他地區的這個粉絲說聲 抱歉啦 另外這一個就是 這個白色獵人公司推出的季節限定的商品 真的每一次吃這些東西都是一個 一個驚喜耶 哎呦 裡面就是一個雪人 那這個就是一個白色巧克力哦 非常的濃郁 非常好吃 我覺得 小朋友會超級愛的 然後這裡面商品非常有趣 裡面有防一些顆粒哦 所以我吃下去是跳跳糖 我相信大家小時候都有吃過跳跳糖 你要把這個白色巧克力哦 你不要去咀嚼它 你只要含在嘴巴 等到這個白色巧克力融化的時候 那個跳跳糖就會在你的這個嘴巴裡面 稍微的這個不知不知的跳動哦 那薩波羅菲特就是薩波羅地兒的發祥地哦 他在明治9年1876年的時候 開始在這邊亮照 所以他們看到沒有 這邊就是一個雜謊啤酒的亮照所 看到一個很大的煙囪哦 那旁邊呢就有一個賣薩波羅地兒的賣店哦 那他就是賣的叫做雜謊開拓死賣酒 那我們現在就去喝一杯咯 我喝酒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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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鬼要喝酒了 你看這個我拿起來 瓶咚咚 Suprise 然後我們再玩那個吃了好了 然後我們點的這個 四個口味都不太一樣 然後是 七百塊這杯 然後呢 在最後這一趴就跟他聊一下 就是日本旅遊再開的一個 這個 實稱表 其實早在今年的6月 JATA日本旅遊聯盟 其實有提出一個 日本旅遊再開的一個實稱表 那我就簡單的重點 揭入幾個重點啦 那其實目前那個實稱表 截至目前為止呢 還都是準的沒有跳票 他也就是在12月 日本有一個再入國的計劃 那剛剛有講 11月8號 你只要持有是商務簽證 或者是空座簽證的 再入國或新稱請 基本上是開放的 那大家最在意的就是 旅遊簽嘛 對不對 那以我個人的研判 應該在明年的3月 非常的有機會 日本政府可能會 跟某些國家做一個 旅遊泡泡的一個 簽譯啊 那我猜測這個國家 最有可能就是新加坡 那為什麼我猜測是新加坡呢 因為它的這個 疫苗覆蓋率是相對來的比較高 那大家最想了解就是 台灣跟日本啊 台日這邊 何時會啟動這個旅遊呢 那我相信取緣的關鍵 也是在疫苗的覆蓋率 我相信以台灣人 這麼喜歡來日本玩的狀況下 台日雙邊這邊的政府 絕對是 這個在台面下 緊鑼密鼓的在這個 商談跟談判之中啦 我相信明年就可以見到大家囉 那來這邊啦 就要喝一杯薩波羅畢爾 Yeah 喝啤酒當然要配一些下酒菜啦 那我們推出了這個海之信 總共有11項的下酒菜 配型這個薩波羅畢爾正式絕配 真的喔 滿滿一整盒喔 日幣11300塊 亞洲區喔 那這個因為它的賞味期間比較長 也有賣到 歐洲跟美洲區喔 所以大家可以上我的店商去購買 下酒菜喔 然後再配上一些當地的啤酒 我真的覺得超絕配的 超讚的 而且東西好多喔 大家買回去覺得這個太豐盛了 然後呢 買回去我們的信箱 都有隨正這個 北海道女婿的這一個郵票喔 我們還花錢去設計的喔 最後啦 薩波羅畢爾 喝啤啦 大家趕快來薩波羅畢爾 跟我一起喝薩波羅畢爾 我是北海道女婿 齁 叹啦 讚 好配酒欸 讚喔 怎麼這麼配啊 阿就下酒菜啊 欸 讚耶